关羽是怎么死的 公元219年 吕蒙趁关羽攻打樊城之时 偷袭荆州 致使关羽逃走到麦城 在蜀军突围的过程中 关羽又被无将马铸 涉拂而擒 随行将士也一起被杀 其实关羽兵败不一定会被杀 但他平时的所作所为 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 首先关羽不会处理政治关系 当孙权的关羽 关羽派使者向关羽提亲时 他不但当面拒绝 还当众辱骂孙权的儿子 待人方面 他不会收拢人心 先锋弥坊和富士仁 一饮酒把粮草烧毁后 关羽一怒之下 要将二人斩杀 他人向关羽求情后 二人才未赦免 因此二人在吕蒙偷袭荆州时 投降了东吴 搬救兵找错了人 关羽兵败后 派人去上庸搬救兵 驻守在上庸的刘峰 因关羽当年 没有支持自己当派子 而不肯出兵 在麦城突围的过程中 关羽不听属下建议 执欲要走偏僻小孩 从而中了东吴埋伏 孙权因关羽 曾经羞辱过他的儿子 而耿耿于怀 所以就直接下令 将其就地斩杀 就这样 一代传奇人物 命丧麦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